一般来学佛的人 不想要有压力 像现在追求事先的 五欲的人 你跟他讲 要不要听听佛法 佛法有什么好处 佛法好 佛法让你心灵自在 放松 没有压力 当他一坐下 一听 讲到业障 讲到因果报应 不是说没有压力的吗 不是说放松的吗 怎么讲这些恐吓的话 我很有压力 我很烦 我平常在做的事 在你们这里 我好像都要下地狱了 欧美红法的 出家众人不切 讲欧美人士 只要听到 你讲轮回过患 因果业报 他们会开始批评这个法师 好像不懂佛法 讲得不好 讲得让我心里很恐惧 我不爱听 我心里觉得不舒服 人活着 我就是要享受活着的一切 我喜欢我爱的 我要尽情去追求 其实他尽情去追求的 每一件事物 严格讲讲 每一件的人事物 去追求的 后面都有痛苦 所以会有很多的失望 和沮丧 甚至错愕 很多事不断地在变 都不按照他的意思走 为什么 佛陀讲的无常 所以没有佛法 忧郁症很多 大家都在抗忧郁 抗压力 抗焦虑 所以居住水平很好 为什么忧郁 焦虑的人这么多 这么普遍 没有佛法是不行的 七佛通界讲 诸恶 莫做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啊 修行 由这个角度来看 非常的简单 诸恶莫做 所有的善事善业 一较奉行 有关于这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